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愛濱美學的小斌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你好 那我想先請小斌跟我們分享一下 過去是什麼樣的經歷 然後讓你接觸到目前的產業類別呢 其實我接觸過蠻多產業的 那因為我接觸到財了這一塊 是因為我在疫情的時候 我原本是打算繼續在產業繼續投入 可是因為後面其實要等也是一段時間 而是剛好有個機遇 我是看到一個贊助廣告的時候 他有講柴爾教學部分 然後我就想說不然我去體驗看 嘗試看看好了 因為其實我在以前有體驗過柴爾的感覺 我覺得感覺很舒服很舒壓 然後於是就是聽講座 我聽完講座之後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於是我就想要報課程 可是報課程前提是我覺得說 如果這筆錢我投出去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你還可以接受嗎 我就心裡想說如果OK我就進場吧 於是我就選擇進場了 然後到那邊進場之後 其實在過程中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遇到很多客人 其實我覺得在過程之中 就是說比較容易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這樣子 雖然說我心態上面可能有 因為一些刻板印象的緣故 導致就是說我可能會 就是說會有一些 有些束縛 而是因為我之前我的參與業的恩師 就是說叫我去解開這個束縛 然後應該去接納其他人這樣子 然後我聽到我恩師的建議之後 果不其然 結果如我預期的好很多 那時候一開始是沒有接觸到女性的顧客吧 對對對一開始是不收女神市場的 因為主要是因為刻板印象緣故 然後加上去看過一些新聞之後 其實對那些事情我很害怕 然後是因為恩師的一些建議之後 他說你不該放棄掉 你應該去嘗試看看 結果女生的比例比男生的比例多太多 多太多很多 那在過程中有沒有遇到比較 令你印象深刻的客戶案例 印象深刻的客戶案例是因為 就是說有些客人他就是去其他地方做財 他覺得很不舒服 他花了錢之後很受氣 然後來我這邊坐的時候 我就想說不然我先幫你坐坐看 你覺得OK就OK 如果不OK我就沒有辦法 就可能就這樣子了 可能改進 對改進這樣子 然後我做到一半時候 他說你做得很舒服耶 我很喜歡 因為我在過程中我問客人說 你會痛嗎 會不會怎麼樣 會感覺不是嗎 他說沒有很舒服很喜歡 他就一直稱讚 然後他很開心 我把這個流程做完之後 他說我覺得你比之前那個 我做的那個材克斯他好很多 可是我聽到當下我覺得很爽 可是我會覺得說 可能他做的上一個 他這個人如何我不知道 有可能他知識面比我厲害 或行銷面比我厲害 可能他這塊領域技術可能沒有我好 可是他其他技術領域是什麼 我就真的不得而知 有可能那個財額不是他的主攻 你說不定 因為我不喜歡一開始就是說 別人稱讚我之後 然後就說別人不會做不會怎樣 我覺得這是蠻道德欠缺的地方 嗯是 那說真的其實目前同行來講 其實競爭是非常激烈的嘛 你覺得你最大的差異化以及特色點在哪邊呢 我最大的差異化其實我坦白講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做完柴額 然後他只是 一些放鬆塑壓他就直接離開了 可是我覺得我做法的話 我會比較 因為我做完柴額而遇而住 我會再做一些 宋波身心靈的簡化療癒 只是說這時間上他沒辦法說 宋波整個療程那麼完整 就像是有點就是 碎片跟那個完整的玻璃這樣子 如果宋波整個課程是玻璃 那其他課程的宋波只是玻璃片而已 但我覺得就是說 讓客人稍微 體驗一下感受一下感覺 但我覺得宋波做起來 除了讓你 代速循環增加之外 可以讓你 深層心靈可以做到療癒 再加上說我覺得客人他比較想要 所謂的情緒價值 你帶來並不是 並不是只有塑壓耳朵 你可能整個爐內都會塑壓到 加上說你情緒價值也會有做到 但有些客人他可能是想要多互動多聊天 但有些可能他沒有 你要針對客人的一些狀況 然後去做應對進退的操作 主要是因為每個客人他的 反應跟感受都不太一樣 對對對感受都不一樣 其實有些客人他可能 我用同樣的方式去操作 他可能會覺得不舒服 可是有些人覺得 沒有感覺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感受度真的是 非常一人而異的部分 並不是說 你操作那個客人 你都不會 客人都沒有一個受寒痛 其實 會講這種話的人 就是他經驗不足 真的就是經驗不足而已 因為你遇到很多客人 並沒有受寒痛 可是坦白講 你要操作過很多人才會知道 因為你在成功的過程 你一定會有經歷失敗這件事情 沒錯 你不可能沒有經歷失敗 然後就接著到成功 因為成功永遠不會 就是說讓你繞過去一點 就讓你達到它 嗯哼哼 所以就是凡是一步 一腳印的去做練習 對 應該說怎麼樣才可以 符合顧客的需求 對沒有錯 都是經驗啦 我覺得就是說 你不要對錯誤 就是說很排斥怎麼樣 錯誤可能是你學習的方式 只是你要去經過內化 就是思考跟覆盤 覆盤真的太重要 如果你不做覆盤的操作 你就是會一直在胡同裡打轉 對 浪費很多時間 嗯哼 那可以請小兵跟我們分享 就是你們現在目前所服務的系列 大概分為哪一些呢 我分為系列的話 單項目多好分配就是說 欸 穿世財 還有耳裕 然後還有耳竹 跟那個 銀竹眼鈺烏法十八 然後還有頭部薄金 跟眼部薄金 跟宋波進化 跟那個日式吐索小岩的部分 當然有些價格它是不太一樣的 像宋波的價格它是一千五 那日式吐索小岩的話 就是兩千三 其餘都是一千塊 那一千塊的搭配的話 它分別就是有 一千六跟兩千二 兩千六然後三千塊 只是我菜單上面那個是寫兩千八 因為後續我要做漲價的操作 因為這個價值有到的話 就應該去漲價 因為我價值如果到那邊的話 就是漲價是合理的 因為我漲商的價格 就相對我有辦法給顧客就是那個 更好的服務 沒錯就是這樣子 那像是宋波的話 搭配一千塊的項目的話 就是兩千二 日式吐索小岩 搭配一千塊的項目就是 三千塊這樣子 那小兵你覺得說 對於整體公司的短中長期規劃是甚麼的 因為我目前是在工作室工作這樣子 那我希望說後面多少可能就是 一樣跳出來 看能不能跟其他做合作的操作 有可能會操作不同的活花 對因為我覺得多出來多看看 盡量多讓工作室看起來像店面會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像店面都要邊 享受服... 信任是不是 一來信任二來邊操作上會 感覺是感受上會不太同 就像好比說我可能今天花了一萬塊進去 可是我可能在工作室或是自家工作室的時候 那感覺是不太一樣的 可是我在店家的話 那就不同了 因為有些店家的規格或是一些環境 會整個影響到你的一些情緒 沒錯 所以那如果假如說今天是一個年輕人 那他可能也想從事在這個領域 又或者是說他想創業的話 會有甚麼建議給他們 第一個建議的話 你可以去參考同行的一些操作 像什麼文案輸出或是環境的部分 還有一些內容之類的 還有你知識上的打理 軟技能的提升那些都是很重要 然後第二個點就是說 不要一開始就去找行銷公司做合作 我真的非常建議你不要做這個操作 有可能你前頭出去就是寫本無歸 這是我慘痛經歷 也有很多美藝人的慘痛經歷也是這樣過來的 所以一開始你做創業的時候 不要一開始為了想要讓自己紅起來 然後就找行銷公司 或找KOL這樣子 因為有可能KOL寫出來文案 可能沒有你那麼有文度 我說真的 你可能去外面學一下 可能還寫比較好 只是他比你有人氣而已 而且你找KOL代言的話 大家的Focus是在KOL 並不是在你的產品 所以最主要是這樣 所以就是三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不要一開始就找行銷公司 第二個就是你可以看看同行是怎麼去操作 可以去學習 不要說完全模仿 對 要不然會有法律上的問題 就是要把自己這些東西內化 那第三個就是你要做一些軟硬體的技能 一些儲備的提升 對 沒錯 那我們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興邀請到愛濱美學的小兵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謝謝小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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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天眼